主寺九宫八卦太子的彰化和美浦道院 睽違18年后在神明指示下 举办了中部巡礼会乡 利用两天的时间绕行大台中地区 设有九宫八卦太子的庙宇 这天来到大理复兴宫 同时也带来信物 庙方也热情接待 绕境队伍走过大理街上 希望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如果声响彻大街小巷 勞机队伍浩浩荡荡地穿梭在街上 主寺九宫八卦太子的彰化和美浦道院 从九二一地震后 再度出巡到大台中地区 进行巡礼会乡 主意拜访设有九宫八卦太子分灵的庙宇 我去报道院 18年 没出了厉害 今年逝在我们中部 也逝在我们台里好人家 相信他来厉害过 所有的都会平安顺失 为了感谢 我们九宫八卦太子 在这种身份可以来这里 另外要抵触的家庭 希望所有的都会平安顺失 包括我们尽量有什么灾难可以发敌 福兴公以及河美浦道院 庙方人员以及信仲重人手持清香 前程向远从彰化而来的开机八卦太子 秦三局公理 同时献上素果财博等物品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巡礼会乡 保佑地方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一次针对大台中先做一个会乡 也就是说九宫八卦太子的分流 我们会去协调 然后由开机九宫八卦太子来会乡 而美浦道院表示 可为18名后在神明的指示之下 由开机八卦太子进行中部地区的巡礼会乡 两天时间走访二十间庙宇 这天绕行大领福兴公 同时带来信物 庙方也热情接驾参拜 让人感受到宗教文化的魅力 建神抓台中采访报导